大家看一下这个苏州啊 我们刚从观塘街过来 苏州观塘街那边人太多了 这是观塘街对面 这也叫观塘街 您看看 他这的这个街道啊 老城区里边的街道 和那个北京的不太一样 虽然这个胡同也挺小 但是他都是一和而建的 而且他都不是平房 是上下的二层房 不过晚上还挺漂亮的啊 找个饭店吃饭 我儿子他们已经进去了 去这个饭店里边了 不知道有地没地 看看 这个 街道是一和而建的 他们这边的树也都是绿叶的 刚才老头说的句什么也没听懂 这全都是这种的二层的小楼房 老式的 上下两层的 不像北京似的 是老四合院和大杂院之类的 你看 他这每一条胡同里边呀 都挨着河呢 这每一个小郭道里边都有河 你看从这儿就是一个桥 上去之后 这边就是河道了 这边全都是河 这个房子就是一和而建的 看到没有 这晚上的夜景还是很漂亮的啊 知道了你去吧 看这船 我们刚才坐了一圈船 51位可以坐一个小时 在网上买票是45 这边 往这边往那边走 没有那边的夜景好看啊 这全都是老房子 好多年的历史了 苏州有2500年的历史了啊 但是这些房子有多少年的历史 我还真没有 做攻略 就带大家看看这儿的夜景吧 非常漂亮啊 这每一个小 胡同里边呀 都能穿过来挨着这条河 而且它还有好多其他河的小河的支柳 夜景非常的漂亮 大家想来这儿玩 本来想去那个卓正园玩的 但是那个卓正园呀 没有票 五天之内的票都没都约不上 他今年春节期间免费 但是进不去呀 他限流 几个 排号排不上 约不上就进不去 还有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也进不去 明天想去寒山寺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胡秋 25票 今天呢 也没预约上 我们在这儿吃饭呢 我先吃个饭啊 不跟大家聊了 回头再给大家拍比较细致的视频 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么一家饭店 有位子 酥棒菜这是 那写的没口写啊 酥棒菜 那还真不会啊 老鸭锅仔 老鹅锅仔 六十 咸肉黄扇 六十八 它这菜还可以啊 毕竟是在景区里边 这价位还可以是吧 炸锅肥肠五十八 砂锅鸡三十八 一斤 它这个菜价还可以啊 它真不贵啊 松鼠贵鱼卵 找个看看看 还挺多 红烧太胡 是本店特色菜啊 红烧太胡鱼 六十八 是本店特色菜啊 红烧太胡鱼